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时间节点,一大波创业剧涌上迎评,在互联网深刻改变我们生活的当下,这间类似正在热播的《创业时代》,就以几位年轻人的创业故事。 但是,像一代代互联网创业者们表达了深情质疑,创业时代讲述了黄轩饰演的郭新年,一款明媒魔精的热线,掀起了互联网革命。 但沐秀于林,风鼻吹枝,挑衅质疑的同行,以及来自朋友、爱人和自我的多重压力,将他的创业之路举步维艰。 在跨境中,投资分析师纳兰,总是用一句话化解他的难题,当郭新年为魔精写下冗长的商品介绍书时,纳兰以一句不要让专件成为你与资本沟通的障碍点醒了他,将资料做了大幅删减。 而郭新年为时机犹豫时,纳兰又说,软件是投资,杨菲安威一定要马上杀,现在魔精的是职责最高峰,不能做等机会丧失,一语道破投资市场的金科玉律。 饰演纳兰这位金剧女王的,就是Angela Baby杨颖。 在过去的电视剧中,杨颖多以古装饰人,或白衣飘逸,或青山粉嫩,没想到换上职业装后,鸟变为时尚利的人。 在她的演艺下,纳兰独立冷静,自信优雅的现代女性气质被精准传达,纳兰犹如一道白月光,照亮了郭新年的创业之路。 而在杨颖的助力下,电视剧《创建时代》不仅收视率,为之同时断前列,还被《人民日报》海外版发文打飞,欧戏里的那儿来,经历了跌单浮沉的职场。 戏外的杨颖,也是一个在娱乐圈这个大职场,不但修炼的女人,很多人觉得杨颖创当娱乐圈,全靠美貌,但在娱乐圈,美女从来都如过家之际,并不是稀缺品。 那么杨颖的创业资本,到底有哪些呢? 一、想将金红赵颖来在2002年,乐圈巴胜了一件影响力至今的大事。 南方都市报将赵薇、张子怡、周炫和徐静磊四位女星统称为四小花旦,而这四位女星在日后的确成长为花语影坛的中流砥柱。 十年后的2013年,河南方都市报通书一家暴力公司的南都娱乐周刊,评选出了新一代的四小花旦,分别是Angela Baby、刘诗诗、杨颖、妮妮。 在四小花旦中,杨颖的年龄最小,但却是早期经历最动爆的那一个。 在13岁那年,Angela Baby就哭别家乡上海,来到了娱乐界更成熟的香港,任地两声的她拍广告,当初时,做模特,在娱乐圈,从不缺名模转型演员,一向成名的故事。 从熊淡林,到林志玲,但这份好运从不属于杨颖。 在香港发展五年后,她在成人里那年首次触电,刻唱了彭浩翔的《破绅》,后来她又带着志气未托的婴儿肥,化身全程热烈李素面朝天的女工,花钱喜事李仗义娇俏的公主,又做了四年的配角。 二十二岁的她,才成为了夏,绿乐悠悠女主角,让观众记住了她倾倒香香的容颜。 而杨颖在演绎那个寄人篱下的女子时,眼中其类模样,是否也在诉说,自己十年来的摸打滚打。 二,温柔结认定风波成为女主角后,杨颖迎来了自己的小幸运,虽然那时候她的人气远远不如当下,但娱乐也给了她最大的善意去尝试表演。 在武侠片太极中,她是率性的女侠,纯爱片第一次里,她是追梦的少女,魔幻片敌人节之神都聋理,她是流落烟花的武技,到了喜剧片为爱,她又是能屈能伸的女汉子,一股一惊的洋影。 在电影里感受了一场又一场风花雪月的事,而华语电影传媒大奖最受注目女演员,北京大学生电影节,最受欢迎女演员养的桂冠,也帮给了年轻的她。 但神龙爵获得百花奖最佳女配学后,杨颖的风情却开始急转直下,她的学历,演技,容貌,爱情,都成了被调侃,甚至恶意重伤的对象。 世界已痛闻我,我要抱之以歌,对于全网黑,杨颖以自己温柔,坚然的方式予以化解,面对整容传闻,她大胆的去做鉴定。 听到演技质疑,她从不气急败坏,而是随时请教表演老师,并一次次的回应自己会进步。 至于人品上的黑料,杨颖更是用行动做出了回应,从2010年时,她还是名不见经传的小演员。 那个时候开始,她就在微博上,呼吁公众保护野生动物,而成名,有余力后,更是捐赠了三十所希望小学,让每一个baby都不是去读书的机会。 三,对待表演有初心,不是科班出身的杨颖,出电后就爱上这种艺术。 早期符合自身性格的灵灯角色,为她带了鲜花和荣誉,随着年龄的增长,她不断挑战新角色,也不断受到争议。 在去年中国电影《心力量论坛》上,杨颖和姚蜜、关小彤等青年演员,已通做了发言。 在论坛上,杨颖一面表达对同行周东宇的赞赏,一面表达了自己的初心。 做演员的初心就是想做一个值得为人尊重的演员,是有几个被观众喜爱的作品和角色。 对于如何表演,杨颖给公众做出了表态,不用着急去浮躁,要把手上的东西最认真真地完成。 在2015年,杨颖足足有五部电影,一部电视剧播出,而当下的她,在面对演技之一后,真的慢下了脚步。 2018年仅有《创业时代》一部作品播出,而《创业时代》里,慢下来的杨颖,在表演上的进步,观众有目共睹。 她在片场的表现,也展示了一个演员对职业的尊重,《创业时代》拍摄时,正出生下,杨颖在长时间暴晒后不慎中暑,投举呕吐后被送到音乐,因为场地的宿令时间亏倒,工作人员都很担心这场戏无法完成。 就在这时,经过简单诊治的杨颖,从音乐赶了回来,用见证的态度完成了表演。 《创业时代》的导演安健说,杨颖很谦虚,没有优势的地方她就拼命去练,如果她一直这样演戏的话,一定会成为一个成功的演员。 在《创业时代》里,那来让郭欣也明白,眼下的困难并不是终结,而是新的开始,而从这部戏开始,杨颖也开启了新的表演之路。 过往的争议是困难,未来的角色是突破,在创业时代后,期待她的欲望之城,以及我的真朋友。 再见